近期盛传有意参加来届总统选举的本地企业家吴振华今天正式宣布参选 他在声明中表示 总统必须临驾于政治之上 而他本身没有政治包袱 也不曾在公共领域任职 吴振华发文告表示 他早在2017年就已经决定要参选 他担心民选总统制对参选人资格的严格要求 可能导致唯一护选人不战而胜 63岁的吴振华是我国驻摩洛哥非常驻大使 他在2017年受尾 并在2020年9月开始第二个任期 为了参加总统选举 吴振华已经在6月9号向外交部递交辞呈 文告也指出 吴振华从未涉足任何政党 他是本地电器和家具连锁零售商哈维诺门奥斯集团的创办人 他在过去40年拥有过百家公司 其中包括五家在新加坡和英国股票交易所上市的公司 他也收购了其他两家上市公司 这些公司的市值总计达30多亿元 在新加坡和英国股票交易所上市公司中的市民